Hello 大家好 我是Eric 沙万年 之前做过的审讯视频都是那些有罪的人被警察去审 很多朋友都想说谈看无辜的人被警察审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可以去做一下比较 实际上是这样 完全无辜的人的审讯视频是不会被公布出来的 不管什么样的案件 警察都会审很多人的 那么其中大部分都是无辜的人 对吧 真正的罪犯可能就那两个人嘛 有罪的这些人的审讯视频之所以能够被公布出来是因为Senshine Law 这个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让政府机构所做的这个事情 对于民众都透明化 所以只要警察的这个调查结束了 把证据呈上给法庭了 那么除非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导致不能公开 要不然这些证据都是会对大众开放的 包括了审讯视频 而那些被警察审过的 排除了嫌疑的那些无辜的人 一方面他是因为这些证据并不会呈上给法庭 另外一方面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的话 为了保护隐私们也就不会去对外公布 实际上现在视频网站还能够搜到一些无辜者的这些审讯视频 而大部分的这种类型的视频 大多数都是同一种情况 就是警察坚持这个人有罪 告上法庭了 但是在法庭上被证明是无罪 或者就被配置团裁决无罪 但是因为上法庭了 有Sunshine Law的存在 所以作为证据就对大众开放了 那么也就是说我这个系列里面 所出现的人不一定百分之百是无辜的 要不然警察证据不足 起诉不了他们 要不然就是在法庭上面 他们被证明是无罪的 要不然就是培训他们裁决他们无罪 或者说是因为其他的案件 导致了这个证据被公布出来了 而至于他们是不是真的无辜这个问题 其实不能绝对肯定 当然了 我选择这几个案件是由我的原因的 至于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先从第一个案件先开始看吧 OK 这名黑人的犯罪嫌疑人叫做Michael Dickson 他被警察是以break and enter 非法破门闯入这个罪名给逮捕了 他进来之后的第一个动作是这样 先坐下 坐下之后双手的手指这样顶在一起 这个动作其实有两个变种 如果是像上的这样子的话 就会被认为是权力 什么信心的这种象征 而如果是像Michael这样是赚钱的话 那就会被认为这是一个他已经做好准备了 代表他做好准备去听你说话 并且做好准备去反击你的一种表现 几秒钟之后警察问他 你需要喝点什么东西吗 他认为警察这是一个善意的一个问询 于是他这个手掌是出一个打开状的 开车误攻 说他我需要上厕所 另外他现在这个头部动作是非常有讲究的 就很多很有经验的人 善于演讲的人 实际上都是喜欢这样在保持眼神接触的情况下 低头收下巴 头稍微有一点点转向一边 有些人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倾斜 这个动作实际上是政治家最常用的 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 真的是非常频繁的去使用这个动作 其实大家注意过没有 我说话的时候其实也是喜欢这样去做的 而我最开始这么做完全是故意的 但是现在其实已经变成我的一个习惯了 当我需要说到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我都会愈速慢下来 然后阴阳顿挫加强一点 同时稍微加上一点头部的这种转 或者有点倾斜的这种动作 这个动作实际上有两个目的 一是这个动作是所有的能给对方压力的动作中间属于最好做的一个 它好做的原因是因为它位移非常小 它不需要动其他的地方 只需要动头就可以了 其次是因为人的脖子是人比较最脆弱的地方之一了 几乎所有的这种低头的动作都是这种防御性的动作 它是保护脖子 所以很多话在我们抬起头 或者说其他的姿势的时候 我们不敢说 或者说不能很自然的去说出来它 当我们低下头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可以更轻松的把这个话说出来 把这个问题问出来 而且这个动作还不是一个单纯的防御性动作 而是一个攻防结合的动作 因为虽然说你低头了 但是你的眼神是全程在保持交流的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是 就是当你的头转向一侧的时候 就会引导坐在你对面的这个人 他去转头或者歪头 大家见过狗狗歪头的这个样子吗 人和狗其实是一样的 当你去转头或者去歪头的时候 都是可以让你的耳朵可以去更加靠近对方 这样可以听得更加清楚一些 也就是说什么转头和歪头都是因为人 对于对方所说的这个话感兴趣的一种表现 而当你主动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就很有可能引导对方也去跟着你转头或者歪头 大家下次可以去试试看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对面的人的头也会大概率的跟着你的头 轻微的去转动或者歪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它是处于一个倾听的状态 我会再次带你去转头 我会再次带你去转头 OK OK 对于警察 突然间开门的声音 它是完全没有反应的 有些人在审讯室里面 等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警察突然间一开门 是会被吓到的 至少它是会 稍微有一些些反应的 而他这里没有 证明他现在这个状态 是非常放松的 警察进来之后 Michael是全程的 在看着警察的一举一动 丝毫没有逃避警察的目光 大家看Michael的状态 这一段时间呢 他的这个坐姿都是没有变过 都是这样一个身体前倾 他的双腿是完全没有交叉的 而是一个打开的姿势 手也没有交叉 而是放在腿上 呈现一个打开的状态 这个表现出 他现在的状态 并不是拒绝 不是防御 而更多的是一种 好奇和感兴趣 同时他这个身体 前倾的这种程度 会让我觉得他已经到了 侵占对方空间的这种程度 并且他这个眼睛 一直是顶着警察的 一举一动 所以在我看来 他现在的这个身体语言的表现 是非常有力量和自信 迈克尔迪克斯呢 已经被警察逮捕了 罪名是非法破门闯入 下面就是宣读他的这个权利 大家对于这个环节 应该都非常熟悉了 所以我就快进了 You are not obliged to say anything unless you wish to do so but whatever you do say may be given in evidence Well that's fine because what I have to say is I plead my innocence so I don't mind that OK But I'm just curious to know like how it got this far because as I said to you earlier in the other room the police officers that were stopping me on the street said that they had witnesses and I Well you wanted to talk to me about the events in the other room and I told you that that wasn't the right time and place to discuss it Remember that Yeah There's one other thing I have to tell you before we discuss this OK And that's it If you've spoken to any police officer 从迈克尔现在的 这个处境来看呢 他非常冷静 言行呢也一致 他的身体语言的表达 和他口头上说的这个表达 并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 这是一个好的信号 证明这个人 并没有在撒谎 他说话的什么语气 节奏啊什么的 都没有什么问题 他这里表达的意思 就是说自己是无辜的 并且质疑 明明我是无辜的 但是为什么 我还是被抓了 并且现在大半夜 坐在这个警察局的 这个审讯室里面 他提到了警察 说有目击证人 那么言下之意 就是想知道目击证人 到底是跟警察 是怎么说的 因为他现在已经被捕了嘛 所以说面前的这个警察 并不害怕他走 也所以根本没有鸟 他直接就把话引开了 不跟他去谈这个证据 OK 警察很快就问出了 这个alternative question 就好人坏人的这个问题 你到底是整天偷东西呢 还是你偶尔的 就干了今晚这么一回 Michael并没有像我们 之前见过的 大部分的嫌疑人一样 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强调自己的无辜 而是有一点点无语 没有针对警察的这个选择 提到进行回答 而是说你问我问题吧 咱们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很聪明啊 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举动 玩弃中的问题 我都没有问过 我ため回答 为什么 task 你干吗 就是 那是我的问题 我可能会有生意ła 我从来从你值得 然后可能会有提论 而且我说我来自你 都没有答应 我真的不知道 我如何不可以 有您的答应 我真的没有答应 有您的答应 对 你说 你懂得 你痛苦 或者是 我们继续了 整的问题 OK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 首先Michael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黑人的原因 他很喜欢做很大的这种头部的动作 这导致了他这个身体语言非常容易被人解读出来 我们回看一下这几个地方 刚刚进来的时候 我们虽然现在看不到警察 但是我估计警察呢 八九成就坐在他和门之间 是面对着桌子 是背对着门的 一开始警察呢 是在翻手上的这些文件 所以Michael这个头呢 也是看上他手的这个位置 当警察对他说出 他被控告的这个罪名的时候 他的头啊 有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个转动 以便让自己这个耳朵啊 可以离警察中近一点啊 这个显示出他是非常仔细的 在听警察说的这个罪名 然后我们再看这里 警察说我们有很多证据啊 你有罪呢 这件事情也是毫无疑问了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 并不是去确认 你是否有罪的这个问题 而是我要问你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这好像是加拿大的一个标准话术啊 这个时候警察突然间 改变了一下他的坐姿 这个节骨眼上 警察改变坐姿 那我就偏向于警察 对于自己要说的这个话呢 并不是特别的自信 因为他很不舒服 Michael呢 是全程一直盯着警察的 头是跟随着警察的 这个一动而夸张的这个百度 这表现出他对于警察 现在的这套话术并不幸福 但是他其实又非常有兴趣 去听他后面还想说什么 Michael的双腿啊 和两双胳膊啊 都呈现是一个打开的一个状态 双手呢 也是呈现一个摊开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一类啊 暴露自己的这个身体语言啊 呈现一个打开自己的一个身体语言呢 都是代表着我要对你开诚不公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Michael啊 点头 眼睛突然间睁得很大 嘴上呢 也说Great 太好了 他嘴上说的和他身体上表达出来的啊 是一致的 当我们警察说我们有现场录像的这个时候啊 他这个头突然间抬了一下 我认为他这里是在翻白眼 只是比我们普通人啊 在翻白眼的时候这个动作更大一点而已啊 他对于现场录像呢 的存在啊 丝毫没有觉得恐惧啊 或者想要逃避 反而是在翻白眼 这个举动我觉得潜台词就是 如果有现场视频 那么你大半夜把我现在弄到这里 你是在干什么 注意这里 Michael跟警察玩起来 警察在审讯室里面非常常用的一个招数 我叫做Pause Technique 就是我给你保持目光接触 我沉默 我又不说话 我就看着你 这里他非常自然的一个皱眉 而且这个节奏也是对的 我归他心里想的就是 你在说什么 你注意到警察说的那个 太短了 很明显的是硬着头皮说的 OK啊 一个人回答问题的时候 是否是在撒谎啊 一般来说有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说真话的人啊 这个答案会比较简单 或比较直接 说谎话的人呢 这个答案会就比较冗长啊 中间可能会出面了各种描述性的这个语言 撒谎的人这么做的原因呢 是为了使你混乱 使你脑子乱 同时呢 也让自己啊 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补充 他自己在说的这个话 但是呢 长和短其实并不绝对 这里啊 当这个答案啊 只短到只有是或否 这一个字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怀疑这个答案的真实性 因为说真话的人的答案 是灵活的 是动态的 哪怕警察说的是 是 是 我们看到了 是的 我们确认过了 我都会认为警察是在说真话 但是呢 只有一个字 是 这实际上表现出来 警察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和他实际上是在极力的 控制自己的这个语言 他害怕暴露出什么信息 还有这里 Michael这里说不合理 然后警察说 这对我来说很合理 注意啊 警察这里并不是在handle denials 在控制Michael的否认 Michael说完之后 中间至少隔了两秒钟 警察才回应 警察这里做的呢 也是一个撒谎的人 经常会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重复 他会重复你说的话 或者是重复自己说过的这个话 原因是一样的 他是在极力的控制自己的这个语言 就是说如果我说 我来说 如果我来说 如果我来说 你相信 因为你相信 因为你被我用 电视机的视频 OK 我们会通过你的 procedure 但我说 我来说 我来说 因为我来说 因为我来说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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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 这不是 不过 我来说 我来说 你会说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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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录像 人家说太好了 那咱们看录像吧 你说我已经看了 并且我看到你了 人家说不可能 我不可能在这个录像上 因为我是无辜的 并且说你是不是在炸我 然后警察说的是什么 我不是在炸你 所以我要问你 是不是你干的 这都什么跟什么 看到我尴尬症都快要犯了 警察到目前为止 实际上都是以很老子的一个方式 在使用 就是档案法 这个方法想要成功 实际上是有三个关键点的 我们一是 头脑比较简单 而Michael的口才和分析能力 实际上都超过面前的警察 我觉得是连说话的台风 都比警察稳得多 我很少会看一个审讯视频中间 警察比嫌犯还紧张 很少很少 第二就是证据 很明显警察是没有这个证据 警察完全是在咬着后材牙说 我在视频中间 看到你了 第三就是警察的话术 也就是他说服对方的能力 他把培训的内容都给忘掉了 File and dossier的approach 后面跟的一定是the fertility technique 我们掌握了很多证据 我们有这些证据 而当对方提出异议 或者说是否认的时候 打断对方说话 告诉他 你现在这么做 是徒劳的 他现在在干什么 我有证据 但是我还是想问问 是不是你干的 这逻辑都不通嘛 and then they describe the police officer who arrested you chasing you on foot immediately before April 30th and I didn't move in until August so okay first week of August whatever it was do you live there all the time yeah so you don't own a bicycle no not here in Hamilton but there's one in you have one in Toronto yes I do do you have another dwelling in Toronto no I have another property but I don't work there do you own it do you own it I own it my mother lives there who owns that property it's in my name how long do you own that property in Toronto a year and a half over almost two years so do you own the whole house in on Delaware or yes okay and do you obviously go to and from Toronto a lot do you work in Toronto yes that's correct what do you do there I set up exhibits at trade shows right how long have you been doing that since 86 can you describe to me or just tell me what what you're doing tonight before you got arrested oh certainly I was at work I caught the 1230 bus to Hamilton they pulled in a station I walked from the bus along like on the inside of the station where the the docks are down the stairs up John Street there was an EMS vehicle there that helps doing the witness anyways um got across John Street walked maybe three paces five paces whatever and then crossed across Hunter to the north side of Hunter did you run at any point no I mean there weren't any cars there was no reason for me to go quickly across the street I mean what happened when you were arrested by the officer oh well I could see figures but it's dark right and and I could sense like that person's coming towards me and I was like what's going on here and then the flashlight came up and I thought this and then there's more than one voice and I thought something's up here and then they didn't identify themselves as police officers but I were they were in uniform in the dark yes and so then behind flashlights so my point is I cannot tell who's behind a flashlight and then I could but I could see a weapon and and I was kind of like they said get down on the ground I'm kind of like okay like cooperate and then I'm thinking I don't know the police officers and I said as such who are you are you police and he's like what do you think that was the response and I got underground in the 下面的 这段时间中间 Michael 配合警察 在白板上面 画下了 他当时 下车之后 走路 一直到 遇上警察的 整个的路线 在路线 搞清楚之后 警察又开始 尝试 建立 时间线 what what time did you get on the bus in Toronto 1230 I'm not trying to catch you out I didn't catch you the first time the more information I give you I think is the better and what time did it arrive in Hamilton well I did look at the clock but usually an express is about approximately 45-50 minutes the traffic was good but we did there was a guy on who wanted to get off at Burlington so he did pull off the highway to some intersection not the station itself and I believe the the driver's name is Bobby and there's about four of us on the bus so I would say it was less than an hour right okay like I said on the information I've got you're going to be charged tonight with breaking in however I do have a duty to make sure that the truth is the truth basically the truth is paramount and the true the true version of events is paramount and I have a duty to investigate all of this and I will investigate I assure you I'll investigate this story thoroughly and hopefully I'll be able to find something here which will either prove or disprove you know what we've discussed tonight okay the problem is the speed at which this is going yeah you know like when I was on the ground I was saying go quickly to the terminal I have like six or so guys around me you know like talk to the bus driver you know like I I can't I mean I can't comment on things okay I know unfortunately but now I'm I'm left hanging right now I'm looking at this I mean this is the basically on the evidence I've got this is the only course of events that can take place right now but I will certainly make sure that this is looked into thoroughly okay I can give you my word on that that's my duty that's what I have to do okay I trust you will but I'm just saying it's a shame that I don't even know where I'm staying tonight like what horrors are ahead of me but I mean this is okay wait a second I just have to check one thing okay Michael 非常的配合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并且非常刻意地 告诉了警察一些 如果没有经历 这些事情的话 就不可能知道的 这些细景 面前的这个警察 其实已经很明显 是相信Michael了 但是一呢 现在是当着Michael的这个面 嘛 二呢 是他肯定会 更加相信 当时的这个警察 是不会撒谎的 所以现在 赶紧出去问一下上级 但这个情况该怎么办 对 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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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你被判断了 你被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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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件事 你被判断了 对 是 大家不要紧张 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 这个班子呢 是我用来上螺丝用的 很合理吧 是 那玩笑归玩笑 这一点对Michael呢实际上非常不利 毕竟他是下班之后 坐了那么长时间的一个长途巴士 然后在街上走的时候 拿着这样的一个班手 被警察抓到的 这点作为警察的合理怀疑 实际上是可以的 去抓捕他是OK的 但是作为证据去起诉他的话 那是远远不够的 你有什么想要问我 关于这个 有什么 就是 OK first of all What's the next where am I going from the seat 从 here you'll go basically you'll go to it's three ten after three in the morning now in the morning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you'll go to court Okay so the court building's open I won't be asking for custody for you I'll be asking for a conditional release Basically I'm asking that you'll be released on a form of bail Okay With the charges pending The charge being break and enter I have no disrespect to you But I know someone sitting in this chair has probably lied to you a million times So I'm thinking what can I do to convince you I try to give you the information You've been very good with me And I try and treat everybody as an individual And my main aim is the two things You get your rights That you're entitled to Under the constitution in Canada And that you treat decently And that the truth comes out Yeah This scheme is being doubted until proven innocent That's I guess the premise here Right From my point of view Michael最后说的几句话还蛮具讽刺意味的 那这道法律的原则是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和 the benefit of doubt 而是无罪推定 以罪从无 一个人要被定罪 你不能说是仅仅是怀疑他有罪 而是你的这个要超过了一个合理的怀疑的一个程度 那么怎么样才叫做超过了合理的怀疑的这个程度呢 就是现在发生的这个事情 除了用他犯罪来解释以外 并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能够解释得通这个事情 而Michael这里说的就很有意思了 他是被怀疑了 除非能够证明清白 那就是属于有罪推定了 大家记得我之前说过 一个嫌疑人是否有罪 这个不是警察关心的问题 这不是警察要做的事情 而是法庭要做的事情 对于警察来说呢 他的目的就是收集到足够的证据 然后把你送上法庭 这个案例呢就非常非常的典型了 这个故事呢实际上非常的简单 就是有人报警啊 说有一个白人啊 注意是白人啊 大晚上闯入了一个叫做Edwin Pass 一个珠宝店去偷东西 两个警察接警呢就迅速赶到现场 刚好这个时候就看到一个人 从珠宝店里面跑出来 那赶紧追啊 一路追呢 就追到一个漆黑的小巷子里面了 因为当时太黑了 所以其实奔丢了 正好这个时候咱们这个男主啊 Michael刚刚下班 从多伦多坐车回家 刚下车走在路上 就撞上这两个警察了 然后就被这两个警察误认为他是疑犯 用枪指着 趴在地上就被逮捕了 Michael呢跟警察说 嗯不是我啊 你们现在赶紧去公交车站 去巴士站去问我 我刚刚下车 巴士司机和车上的其他的乘客 都可以证明这件事情 但是呢直接被警察拒绝了 因为Michael啊出现的实在是不巧啊 因为手上还拿着一个扳手啊 咱们就先不说 一个人在偷完一个店之后啊 被警察追了 跑了乐老半天 还坚持说啊 拿着这个作案工具 那个扳手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当时呢天比较黑 那大晚上嘛 Michael又拿着那样一个东西 又是刚好出现 用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 所以警察就逮捕他了 尤其是在欧美国啊 这个事实到底是什么 很多时候对于很多警察啊 可能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包括我们这次看啊 这个沈Michael的这位警官啊 他们只是确保自己做的这个事情 包括说的话 只要是对的就行了 我合法的收集到 我因为足够的证据 然后我就可以去控告你了 你是否有罪这个问题呢 本来呢 也就应该由法庭来决定 所以就交给法庭去决定即可 但是这回这个警察啊 运气不好的地方就在于 人家报警的时候 明明说传入的是一个白人 Michael怎么看也不像个白人 对吧 你逮捕的时候 你没有注意到 OK那也就算了 大晚上嘛 你带回警局了 你就应该发现不对了 当班的警察啊 实际上后续呢 根本就没有掉出来什么东西 连官啊 带审的折腾了Michael三天 并且之后 还被持续的监视居住 长达九个月的时间 直到九个月后 警察这才算是撤销了 全部的这个罪名 并要告诉大家 抓捕Michael的那个警察 直到2011年 也就是八年后 被Michael告上法庭的时候 他还坚持认为 他是没有抓错人的 最后法庭呢 判决Michael胜诉 赔款46200加元 当庭的法官最后说 这个国家公民 在被证明有罪之前 都应该被认为是武功的 我发现在这个案件中间 警官们对于Dixon先生 做有罪推定 这些警察无能傲慢 思想封闭 他们缺乏经验 目光端浅 我非常同情Michael 并且我也蛮佩服Michael 在郭从天上来 这样一个状态之下 还能够一直保持 镇定和理智 绝大部分的人 其实是根本没有 他的这种智商和情商的 我第一次看到 这段审讯视频的时候 实际上我觉得 他的这个双上 高得有点过分 高到了我觉得 是一个疑点的这种地步了 但是呢 他依然被关了三天 折腾了九个月 直到八年之后 这才算是沉冤得雪 但是我们从这个事件的 另外一面来看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这个事件啊 是警察故意这么做的 除了他们眼神 和脑子都不怎么好之外 警察严格来说 都没有做什么 不合法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件 之所以能够出现 我觉得更深层次的问题 是在于执法机构 和司法机构 理念上面的不同 尤其当警察和法庭 都只做合法的事情 而不是做合理的事情的时候 像Michael这种事情呢 就肯定会不停地出现 Michael呢 这是双商皆高 他很聪明 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他在警察面前 表现得非常好 他最终呢 拿到了四万多家园的 这个配款 那么无数个其他的 没有Michael聪明的那些人呢 他们就只能忍了 好 感谢大家看这个视频 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系列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by bwd6